1月3日上午,广西乌州岑西市大龙镇一间砖厂内,一辆运沙大货车卸载沙土时不慎坠入沙坑,车头悬空,司机命悬一线,当地消防官兵迅速出动营救。 当天10点40分左右,救援人员赶到时,发现出事的大货车立在专厂厂房的上方沙坑内,只见该车车厢尾部已经栽进沙坑,车厢前半部分携搭在沙坑井口,车头悬于半空,司机困于驾驶室内。 救援人员立即调集起重车,同时从沙坑内驾设拉梯,并延伸至货车驾驶室。 随后,一名消防员沿着6米拉梯爬到大货车驾驶室内,在为被困司机做好安全防护后,救援人员协助被困司机爬到地面。 据介绍,获救司机身体没有发现伤痕,但他明显受到了惊吓。 据了解,事发时该货车由于后轮离沙坑井口太近,在卸沙过程中车辆后半部分过重,导致整辆车都坠入了沙坑。 感谢观看